安波足球快信 防體好小寶家今次作客完成雙殺 儘管巴甲聯賽還未開始 但山道士亦有雙線作戰的任務 既要踢巴勝聯 又要徵戰自由杯 可能因為這樣他們的走勢並不理想 我們直接看下自由杯 山道士由於上季聯賽戰績不好 只能從外圍賽開始踢起 在兩圈面對實力不算強的對手的四場比賽裏面 只有兩勝兩和 入八個 失五個球 這個似乎預示著他們在分組賽亦會有波折 果不其然 除了上輪大炒實力最弱的玻利維亞球隊強者 之前兩輪以兩場零比二輸給S.C.巴塞隆拿 和小寶家競技狀態還未跟上強度 上屆亞軍這樣的表現 無疑令人失望 同山道士一樣 小寶家同樣需要在雅聯杯 和自由杯上分身作賽 從近期來體略顯伐述 過去兩場比賽都遭遇零比一的失利 不過不用擔心 小寶家在之前曾拿到過各項賽事四連勝 如果只是自由杯的演出 小寶家亦算得上可圈可點 他們首輪小勝強者之後 又順勢拿上山道士 前鋒為拉兩場比賽都有破門 狀態令人驚喜 而在上輪對陣 S.C.巴塞隆拿的比賽 雖然小寶家輸球 但他們踢得較為主動 全場控球率達57% 各球數亦5比3領先 命中門框數指示3比4 手微輸竊 回顧手循環 洪山道士的交鋒裏面 小寶家控球率只有4成 各球數就是3比6落後 不過前者把握著為數不多的機會 同樣是三次高質量射門命中目標 就斬獲兩個入球 相信這個比小寶家 重將心理方面處於上風 一說上界在準決賽相遇時的恥 你聽著的是安播足球快訊 記住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讚我們的專頁 啟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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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